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看鮮菜等一下 马路三宝女主角李宗盛 一定是这辆车的车主 然后帅气的男主角黄河 到时候就会英雄救美英勇的现身 Action 我哪里上哪里 阿哈请容许上过浓浓后盾计划的小编 科普一下黄河 遇到紧急情况时 可以根据Smart原则帮助身边的人 第一 Surrounding 评估环境安全 第二 V2A Safe Place 移到安全处 第三 Alert 求救与通报 119 接下来是Resource 寻找可用资源 最后 Trillage and Treatment 协助进行安置 麻烦看到的各位也可以学起来哦 旗南应变教室 我们下回见 有没有男主角黄河出现 应该是要倒车回到案发地点吧 接着黄河还真的出现在女主角身边 拍摄告一段落就是快乐的吃便当时间 黄河虽然贵为影帝 但毫无架子乖乖的排队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一刻 Magic Indie 居然直接蹲在地上课便当 除此之外 直接躺在地板上 完全是一个放飞自我的节奏 接着邀请观众戴上墨镜 这黄河黎玲为两位演员的互动 仿佛在演浪漫的MV I think I love you Kodong gaba yo kong shangmishu Koday man of sumyo namo don't mo thang 对比两人情绪加愉快 求这位男演员的阴影面积 不过黄河经纪人向伊萍表示 黄河和李宁为两人因为合作这部剧 勿忘引中人认识 再慢慢有了交情 接下来黄河要进舞台剧剧组 工作行程相当满 虽然听起来像没空谈恋爱 不过时间就像鲁勾一样 挤挤就有了啦